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指菜香 而是指的是菜经 说到菜经 大家就会想到花石刚 想到大奸臣 比弃他的为人 其实单说菜经的书法堪称一绝 是因为人品不好才被踢出四大家之列 后世明朝的严嵩 清朝的和珅 都在书法上都有一定的造诣 但都是因为人品口碑太差 有才无德遭到后世的唾弃 菜香书法好 官方清正有口碑 泉州洛阳江上的洛阳桥 就是由他主导修建的 有三千六百多尺长 造了十年才造成 而且还留下一段离奇的神话故事呢 在民间传说中 洛阳桥有很多版本 有说是铁拐立修的 也有说是祖师爷鲁班修的 但根据历史记载 这座桥是由当时的泉州太守菜香修建的 身为一地父母官 菜香见百姓坐船过河时常有人落水 忧心忡忡之下 决定修一座桥 方便来往百姓 修桥不是一件小事 菜经调用各线的库银 还捐出自己的心奉 冲作造桥经费 可洛阳桥工程浩大 经费还是不够 他只得写请帖 邀请泉州城里那些有钱的身商来开会筹款 有人说 富长良心 穷生奸计 可这泉州的有钱人 一个个越有钱越抠门 都知道修桥是积德行善的好事 可让他们掏银子 跟要他们性命一样艰难 菜经好说歹说 也才募捐到三千辆银子 和修桥相比不过是杯水车薪 菜经每天急得如热锅蚂蚁 可那些有钱人全当作没听见 说什么也不愿掏银子出来 菜经想了几天几夜 仍旧一筹莫展 望着那滚滚东流的洛阳江水 想起多少百姓曾葬深江中 难过地掉下泪来 正在这时 忽听耳边有人叫道 菜太守 不要忧愁 有什么困难的事可以对我说 菜香吃惊地回头一看 却是一个长得十分标致的姑娘 站在她身后 听了菜香一番诉苦 美丽的姑娘想了一下 告诉她等着好消息 她能筹得巨款 还可将那些豪山地主捉弄一番 菜香不禁大喜 过了几天 城队传出了一个消息 周洛阳河来了一只花船 花船上有位美若天仙的年轻女子 只要谁用自家的金元宝 能知道她身上了 她就和谁做夫妻 这话传得飞快 很多跑到河边看热闹 果然看见一艘花船 上面站着一个漂亮的姑娘 挥手向大家致意 九千人个个眼睛都看直了 流着口水 把城乡的金元宝搬来 疯狂地往船上扔去 可说来也奇怪 沿河两岸像下雨一样 下起了元宝雨 元宝治了无数 也没有看到哪个人 知道姑娘身上 一个个金元宝 都像长了眼睛 也没碰着姑娘 也没落到水里 全都堆在船头 闪闪发光 越是得不到 越是想得到 有钱人都急红了眼睛 一箱箱的银子都扔完了 花船还是稳稳当当 于是又卖房子卖地 堵上了一口心气 非要砸到这个姑娘不可 就这样 没过几天的功夫 花船上堆满了金元宝 足够修建洛阳桥了 有钱人银子都投完了 个个垂胸顿足 可一眨眼间的功夫 花船飘到空中 美丽的姑娘 也变成了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把元宝 都送给了菜经 让他用心修桥 为老百姓办好事 办实事 修得千年劳 万年劳 造福后代子孙 洛阳桥前后 经过十年时间 才全部告据 桥山长达三千六百尺 落成这天 两岸的百姓 再歌再舞 奔走在大桥上面 互相庆贺 从此来往行旅 再也没有那 渡江翻船的危险了 地藏王菩萨 化身老乞丐 点画吝啬老太太 古阳村有一个 姓李的老太太 因为她前世 不肯施舍一分文 所以今生她特别贫困 且生活特别坎坷 这真正命运 有业力来决定 真的一点都不假 她和老公结婚时 生了一个儿子 本来她的儿子 聪明又能干 怎耐命却不长 早早地就因为工作失误 而丢掉了年轻宝贵的生命 本来李老太太 想跟她老公再要个孩子呢 可他们年事已高 所以就打消了那个念头 这李老太在村里 是出了名的抠门 从来对村民 都是冷冷淡淡的 总害怕别人 争她一点光 她家是以前种过几棵桃树 等桃子成熟时 结的果子那么多 李老太太他们老两口 根本就吃不了 李老太太的老伴多次劝她 把吃不了的桃子给邻居一点 可李老太宁可扔了 也不给邻居们分享 随着年龄的增大 李老太的老伴也离开了人间 无依无靠的李老太 却继续过着清贫的生活 她基本就靠着减减废品 来换点钱来维持生活 有时候就吃点已经发霉的馒头来度日 她以前没有跟邻居们搞好关系 所以没有一个人 愿意接近她靠近她 有一次 地藏王菩萨学世人间 刚好在空中看到 头发糟乱的李老太 在啃食发霉的馒头 慈悲为怀的地藏王菩萨 看了看李老太前世因果 地藏王菩萨发现 李老太在前世 也是因为不肯施舍半分文 才会落到今生如此贫困的境遇 而李老太今生 又重蹈前世的覆辙 慈悲为怀的地藏王菩萨 不想李老太再来世 就在这样贫穷 于是地藏王菩萨 想度化一下李老太太 只见地藏王菩萨挥了挥衣袖 变成一个老乞丐 来到李老太太的院子里 然后老乞丐对李老太说道 老太太能向您讨点吃的吗 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饭了 可李老太却对老乞丐说道 我没有吃的 我还吃不饱呢 怎么还会给你 说着就要把化成了老乞丐 赶出院子 这日只见那个老乞丐 扑通一下 跪倒在李老太太面前 并且不断地磕头请求 李老太太施舍她一点吃的 直到磕头磕到额头都破了 李老太太怕出事 就冲着老乞丐说道 我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家里只剩下几个发霉的馒头了 你要不要吃呢 见李老太怜悯心已起 赶忙对李老太太说道 吃 我就要吃你那发霉的馒头 这时李老太摇摇晃晃地 从屋里拿出一个发霉的馒头 来递给那个化成了老乞丐面前 只见地藏王菩萨化成了老乞丐 拿着那个发霉的馒头 疯狂地吃了起来 就像享受美食一样 这时李老太有些纳闷了 他心里平时难以下咽地发霉馒头 怎么到了老乞丐嘴里 怎么感觉那么香呢 看李老太有了不失之心之后 然后那个老乞丐变成了地藏王菩萨 空而起对李老太太说道 万事因果定 富贵不失当中来 只要你有不失之心 来世才能脱离贫困的果报 这时李老太太看到地藏王菩萨 如此良苦用心地度化自己 流下感动的眼泪 只见李老太太双手合十 贵别了 自从李老太太 被地藏王菩萨点话后 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他常常热心地帮助别人 而且无常地帮助村里 打扫街区的卫生 直到他寿终正寝 在他去世后 村民自发地凑钱 把他安葬了 我们都想要一个美好的境遇 怎奈因果业力左右着我们 只有欺恶从善 才能得到一个美好的来世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都有差点 他们订阅小叔的朋友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然后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